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少帅帅先生,今天可以为我们讲一下性格吗?可以说国语吗? 当然可以,这个性格它是一个人他应对这个外部条件所形成的一种模式 而这一种模式它具有相对的稳定性 当我们习惯了这种模式之后 它就可以称之为这个性格 性格可以分为哪些?是不是内向与外向? 性格简单来说可以分为这个内向与外向型的 但是性格比较复杂,它又可以分为这个理智型以及是这个感性型的 所以来说,性格是非常复杂的一门学科 你真的博学多彩,不仅歌曲好听,而且还了解这么多 有粉丝问,性格天生还是后天? 作为一个这个以音乐为主的一个艺人 就是我也是这个人格,对人格心理学比较感兴趣的 这个性格来说应该是98%以上都是这个先天的 就例如一个例子,就例如一个双胞胎 他们虽然外观长的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他们的性格却天生的不同 一般来说,第一个孩子性格比较稳重一些 而第二个孩子性格比较活泼一些 所以来说,在这个国外的这个一些心理学界 他们也是主张,大多数都是主张这个先天性格为主的一个流派 我个人也倾向于这个先天性影响是非常多的 而后天影响它是比较少的 可以说这个是微乎其微的 就是如此,这也就是我自己研究的一些观念 那先生性格是外向还是内向,粉丝很想知道 可以的,我记得性格我是一个比较非常活泼开朗的一个人 我非常的这个好动,而且喜欢一些创新的一些东西 我不喜欢一些没有创新的一些东西 我是一个比较人来风的一个人 而且我是人来,见了陌生人就没几句就非常的熟悉了 所以来说我是一个外向活泼开朗的一个人 而且我非常喜欢和这个一大群朋友一起玩一些打击之类的游戏 你对周星驰性格有何看法 周星驰性格是不是特别的忧郁 对于周星驰的一些看法 我个人觉得周星驰他应该属于这个活泼型的 就因为周星驰他并不属于这个忧郁型的 很多人说这个周星驰为什么看起来就是沉默寡言的 我想他是被这个后天给打压了 因为一些环境而造成的 其实他先天是一个非常活泼的一个人 所以来说周星驰并不是我们所看到的那种 有特别的一些 例如这种梵高的一些气质 其实他只是被后天打压 大家好奇你最近在做什么 可以说一下吗 这个我现在大家都知道了 我最近在拍一部这个电影 这个电影我觉得它是非常之精彩的 因为这个它的题材也是非常的好看的 而且在这个剧情以及道具方面 我都是非常用心的 这是我们这个非常用心制作的一部电影 可以来说 我们只能说用我们的全部的心血去制作 希望大家喜欢 一个叫吉他的女粉丝 他说他的男朋友性格非常暴躁 如何解决 其实这个性格暴躁 都是被这个灌出来的 俗话说这个 慈母多败儿 所以来说 你不要继续惯着他 PC肯定会自然的改掉 这就是这一个道理 还有七天就是鼠年 2020年 你想对2019年说什么 刚才不好意思 我又出去了一下 马上就到这个 2020年这个鼠年了 过了年又老了一岁 皮肤的皱纹肯定是又多了 我想说 祝愿大家 鼠年快乐 对于这个2019年 我感觉 也是我非常不想过的一个年 尤其是2018年和19年 都是我特别不想过的一个年 优优独播剧场上